天啊小心點 欸怎樣是不是變紅啊 下條命再見 不知道為什麼他看起來很傷心 所以我一個人很納悶說 那個 放在 放在南瓜上面這樣真的好 那會不會是一個分歧點啊 南瓜不許路內 幹這是性別啟示啊 不是種族騎士 種族騎士 這是一個用胡椒木製成的櫥櫃 在他裡面的架子上整齊的擺放著精巧脆弱的茶具 喔 又三個南瓜掛飾 那南瓜掛飾到底是來幹嘛的啊 要進路易士了好 加油 期待你的作品 上次我偷偷放你的歌然後大家都說很好聽 我朋友一直問說那是誰唱的 這茶真好喝 說到這裡我在想 Iglet女娃會選擇哪一隊伍伴 難道不激動嗎 是的我很激動 我當然很激動 關你什麼事 咳咳咳咳 你很激動然後呢 吐吐你真風趣 我們在一起直到永遠吧 晚上好小姐我們這裡有沒有見過面呢 不過我記得沒有很抱歉 我知道了 可惜我原本想給你雕刻一個南瓜的 我身上沒帶什麼南瓜 好會講話 今晚的舞會將會難以置信的警察 我已經等不及了 所有的人都完全沒受過教育 你能相信他們中大部分人都不失智嗎 太可悲了 你就是個漂亮的小姑娘 你會縫刃嗎 是的我會 你是怎麼知道的 別犯傻我當然不知道 不管怎麼樣 拿著這個吧 謝謝你小姐 偵看縣是等一下來逢人的是不是 想還是不夠好怎麼了 太年輕 理解不了這種事 每個人都喜歡宴會難道不妙嗎 其實我不會下棋 那不要告訴別人就好 又有南瓜掛飾 這個南瓜掛飾好像很重要 我是藏在這裡的 其實還蠻明顯的 你以為 你以為卡這個南瓜頭 我就沒有看到你在這是不是 要幹 找到一個沒雕刻過的南瓜給他 可以嗎 不行 他雕刻過了 等一下 他有東西 這裡 喔 看過了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要拿這個南瓜囉 是 可是這邊都緊閉的 是要什麼驚喜啊 又有南瓜掛飾 哪那麼多南瓜掛飾 我都已經拿到20個了 打開 你嚇到我了 你好小姐 要陪我們玩個遊戲嗎 你嚇到我了 這什麼遊戲呢 你好小姐 要陪我們玩一個遊戲嗎 是 好吧 你只要刷出名語的證件 大家就可以封了 豐厚的獎勵 你 如果遇到什麼困難 就去詢問馬系指導吧 好的 喔 你只在自己的葬禮上看到 他的三個家人 爸爸媽媽弟弟 聚在自己敞開的墳墓旁 除了之後還有一對他不認得的人 沒意思 又有南瓜掛飾耶 每個 夾子裡都藏著一個獨有的謎題 請努力 去思考並發揮你的聰明才智 因為這裡沒有一個答案的 答對一到就可以繼續前往下題 答錯三次我們不會給 就不會給了 一共有多少人 當然沒有去那 我看到三個人 爸爸媽媽和弟弟 還有一對他不認識的人 所以是五個人 所以我們要找 這個嗎 噗噗打錯 喔喔喔喔喔喔喔 小屁阿 對啊三個人五個吧 難道是六個嗎 包括那個誰 也沒給自己嗎 啊 包括那個人 那個墳墓的主人也算喔 下一個謎 Mera戳我了三次眼睛 他弄哭了我三次 再告訴我 我有多少次想讓他去死 小心點 欸 欸等一下是不是變紅啊 下條命再見 所以他想要 他有三次想讓他去死這樣嗎 啊對了 他是黃色、藍色、黃色、綠色 沒有人能摸到他 其實是女王也不行 噗噗噗 打錯了 噗噗 打錯了 噗噗 噗噗 我被你責服了 什麼鬼 下一個謎語 呃 9月12日出生 前者如月一般神秘 後者卻深受爆脾氣之害 再過兩歲那一年 他的 就是他一半的年紀 所以是一歲 暴怒都一天過去了 十歲內他被上回他妹妹 如果他比我多活一天 那幾年後才能比他大呢 他們兩個差一年了 噗 你不要答對或什麼之類的喔 這是下一個謎語 什麼東西 太太在 那個什麼太太 在 在把他做好的五道餐點 晾在窗台後 就立刻動身去城鎮裡 買好漂亮的夾子和絲帶來包裝餐點 他不知道在離開的時間裡 來了一個強盜 並吃掉他兩道餐點 然後又有一條流浪狗 吃掉他的一道餐點 然後你看他保留了多少的餐呢 總共五道嘛 然後一個強調 強調 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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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吃掉他兩道餐點 聊浪狗 用來吃掉一個 所以他有兩道吧 啊不是喔 喔餐盤啦 哎呀他是問餐盤不是餐點啦 白癡喔 所以是五個啦 對啊那個什麼化妝鏡啊 Bingo 這是下一道謎題 在書架上放了兩本書 一本上下顛倒 另一本前後顛倒 所以請告訴我 所有書中第一頁的總數是多少 白癡啊一出來嗎 好像還沒有 校友漢化組那邊好像 還沒有 還在測試 根據漢化者他們說的消息是還在測試啊 這應該就是二了啦 因為第一頁 因為第一頁不管哪一本書都只有一個第一頁啊 在那被狡結滿月照亮的可怕夜晚 我們這件愛意蹦發就如同綻放中的花朵 在一個惡毒的穩之後 在成缺的月之下 我在實施的狂歡中掏出你的精華 加油我努力 在此之後的黑暗中 我挖開你的墳墓 在永別之後 讓你安息 我所渴望的只是你的身體 在音樂之時我受到的懲罰 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我在何處受到的千禁 會發現一些規律了 什麼規律 我怎麼知道什麼規律啊 波波你答錯囉 小心點喔 這是最頭一道 為什麼是他等一下 幹 為什麼 我不懂 我全知全能 我的專長是穿過大門 但許多那些扭曲損壞的卻能抵禦我 別害怕我的丫頭 把我握在手中 或是要一點輕柔的觸摸 就能解除你身上的枷鎖 一點帽子 烤鴨 鑰匙吧 幹得漂亮小姐 也是聰明的小姑娘 拿好獎勵 信力的鑰匙 不知道 在幾天你在地板上撿到她了 我覺得你現在擺明要整我就對了 請用和善與同級星待人 請用和善與同級星待人 因為你的對手有可能會十分大膽 喔 家傑 幹嘛 還有留到一道謎題想聽嗎 好啊 什麼東西如果沒有握好就會破碎 屬於你而不是我 什麼東西沒有握好 就會破碎 唉唷 這個謎語 沒有意思喔 什麼東西沒有握好就會破碎 唉唷 玩喔 唉唷 這感覺不錯喔 記憶回憶嗎 哼 那是那種東西嗎 記憶跟回憶 如果你一個沒握好的確是很容易破碎的東西啊 這零機忘了怎麼破了 沒關係 我慢慢過 可以啦 那個都可以被我硬A出來了 我想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啦 唉按錯了 喔 開這裡的門 聽到傳言了嗎 他們說狐狸女士因為之前的事而陷入永恆的睡眠 喔 我喜歡結局悲慘的故事 真是太糟糕了 他的惡趣味真的是 他們在換衣服的時候總是叫我轉過身來 這不太公平 太不公平了 哼 不然要讓你看喔 這皮香腸都折邊太優雅了 女服裝看起來像家裡的那一套 等一下你忘記你自己的名字 但你知道你家裡有一套女服裝 唉唷 這有三個南瓜掛飾 這很重要嗎 這南瓜掛飾 怎麼到時候撿得到阿 他的表面在流動 先穿吧 喔喔這聲音聽起來 那家裡還有女服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女王剛剛才到 我想應該這樣吧 為什麼喔等一下 雷波克他們壞掉了 怎麼了 這BUFF沒錯阿 不過我沒記錯的話啦 發生什麼事阿 我來只是為了看到他們全部處決而已 我有一種奇怪的 那個... DJVO什麼 事成相似的感覺 那指的是愚蠢的人 為一些愚昧問題的時候 痾... 前半生都在等待這個時刻 我在想到底誰能獲勝 太嚇人了 還是先走 和最後一旦祝福 感謝你們參加我這場特別的敬典 你們也許都表現出了最佳的自己 但正如你們所知道的 你們中只有一隊能成為我清典的一隊舞者 請你選上的都將被初決 蛤 初決 誰打好我的清典 我只是 肅精 你是誰 從哪來的 在我清典上做什麼 我只在找一些東西 那你在找什麼 我在找 我丟了的東西 我已知曉了 那可真不幸 坐下吧 我的姑娘 在這場慶典結束後 你再去找那種丟的東西 關上了 等一下 鼓鼻安安 有完喔 好可怕 口氣也不是很可愛 他很兇啊 他是個很邪惡的人 坐哪裡啊 你只是南瓜 贏家是誰 兔子仙丹狐狸女士 呃 全部都是兔子仙丹狐狸女士啊 可以離開了 全部處決 他一定不會再殺了所有的人 士兵們 前進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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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再見啦 我的奴仆們 你們表現讓我很開心 不要 嗯 這些煩心事已解決了 是時候喝杯茶啦 至於你 再走之前把這混亂的場面 收拾乾淨 可以嗎 否則的話 等一下啦 欸等一下這個是正常結 正常正常的嗎 我怎麼覺得跟之前看到的 感覺有點不太一樣啊 我不是還要幫幫忙兔子 兔子狐狸先生 封回他們的身體嗎 兔子狐狸的手臂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可以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